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儘管奧沙辛娜近期表現出色 過去六輪聯賽取得四勝二負的不續戰績 但他們過往和皇馬的交手卻沒有太大競爭力 由2011年11月至今15次和皇馬交手 奧沙辛娜只能獲得四和十一負的戰績 期間仍遭遇對賽七連敗 皇甘馬德里上將對陣西維爾 皇馬重將不在狀態 半場結束時並且以0比2落後 幸好下半場他們及時調整好狀態 憑直著巴西籍的前鋒諾迪高高斯 和西班牙的拿祖費南迪斯的建功 將比分追至2比2 在保時階段憑直著法國的賓斯馬完成絕殺 幫助皇馬客場全取三分 他們在上週中先和車路士在歐冠聯的次回合 也是憑直著這名法國的前鋒 在加時上半場的入球 幫助皇馬壓過車路士進軍準決賽 在上將戰勝西維爾之後 皇馬多賽兩場領先身後的巴賽15分 只要在接下來的六輪比賽中獲得10分 皇馬就可以提前奪冠了 當然前提是要緊接著對陣奧沙辛娜 以及愛斯賓奴的比賽要全部取勝 倘若巴賽在皇馬拆戰馬體會前又失分 皇馬只需要擊敗同城對手 便能夠在曼達大都會球場慶祝奪冠 而假設巴賽失分的更多 皇馬甚至可以在馬體會的賽前提前奪冠 可見皇馬重將戰意濃厚 今場戰果預測是奧沙辛娜0比2王加馬得里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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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歡迎光臨 我們下來了 離開 都尊敲 集中 呢 從 europe